好健康的小资讯带大家来看到哦 赶快要打疫苗哦 因为现在有这个RSV啊 大家可能相对来讲会觉得比较陌生 但其实它的致死率还蛮高的 好我们就带您来看到呢 如果是罹患了这种急性系支气管炎 如果症状可能像是会出现一些剧烈的咳嗽啊 或是食欲不佳啊 痰啊鼻涕变多的话 很多人以为是普通感冒 但其实很可能就是感染了这个RSV 那它在成人当中呢是感冒的症状 你很容易就会忽略 但是对于长者或是一些小朋友啊 这些高风险族群啊 是有机会危及到生命威胁的 所以呢它的传染力呢又更高了 甚至剩余流感 而且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 但您来看这个数字哦 如果是传染性高的话呢 大概一个人感染的话呢 那它可以感染给三个人 相比而言呢流感呢是大概1.8 所以可以想见它的影响 它的传染力是更高的 那再来是刚刚讲到它没有特效药嘛 目前的疗法只有一些支持性疗法 或是针对你的症状来治疗 也就是说啊 这没有办法根本性的来解决 另外它也很可能会导致一些重症啊 并发症尤其出现在年长 有慢性病的族群 它的重症与死亡都是流感的两倍 而且可能会引发肺炎 或者是其他的并发症等等机会 这个几率呢也是比流感还要高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提醒您的就是呢 还是最好接种疫苗了 尤其是长辈哦 还是接种疫苗 如果未来你在跟小朋友玩啊 跟孙子玩啊都会比较没有烦恼 那美国的这个疾管中心建议的是60到74岁的族群 可以呢来接种一剂的疫苗 以及75岁以上的长者 那现在台湾呢 也有核准上市相关的疫苗了 是这一款呢 GSK的这个疫苗 它可以预防下呼吸道的并发症来到了82.6% 预防重症更高是超过9成的 所以提醒您呢特别留意了 好另外呢是现在很多人说啊 啊那个糖尿病啊 以为是只有跟吃的啊 饮食有关系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可不是这样哦 有没有观众朋友 你是习惯晚睡 或者是呢 在睡觉的时候 一定要开一盏灯才能够睡得着呢 好但是现在研究有显示呢 说这很可能会提高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哦 好因为我们看到呢 就是利用一个1300万小时光传感器的数据呢 就发现啊研究个体跟光照 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 如果是在深夜12点半到清晨6点钟呢 光照月亮的人 那他罹患二型糖尿病的机会就越大了 比一比呢 和夜间光照暴露比较低的人来对比的话呢 他最高可以提升到67% 换句话说如果您是夜生活非常的丰富哦 或者是你长期呢喜欢熬夜啊 上夜班的族群啊要特别的留意了 这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那根据美国医学会的内科医学期刊的研究呢 就是说除了是体重增加的风险 也会升高糖尿病的风险之外呢 因为灯光可以抑制退黑激素的分泌 所以呢他也会打乱你的生理时钟啊 饮食的习惯啊 所以他也很可能是透过一种间接的方式 导致说我们可能在饮食有一些改变 因此也增加了罹患糖尿病的风险 那光线可能是一种慢性的压力源 他会打乱我们的压力荷尔蒙的分泌 也会影响我们整个新陈代谢的机制 所以啊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抑制血糖哦 当然你要及时的观测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了解如何因应高血糖 以及低血糖的情况 才能够让你的身体更健康 台湾的糖尿病人数逐年增加 初估现行台湾糖尿病的盛行率已超过11% 离病人数超过230万人 而糖尿病医其成因可以分为四大类型 分别为第一型糖尿病 第二型糖尿病 认诚糖尿病 其他原因如部分病友因切除胰脏 或使用特殊药物 所引起的血糖升高 事实上超过9成的糖尿病有 为第二型糖尿病成因及表现 更需要特别注意 这糖尿病跟准糖尿病 也就是糖尿病前期的病院当中 食物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 所谓的危险食物呢 就是好像吃多了以后血糖 容易有大起伏 在现代糖尿病的营养概念里面是 食物其实没有什么好坏 大家都可以吃 不过分量会差很多 所以举个例子 一块蛋糕跟一碗白米饭 一个可以吃得很高兴 一个吃得很饱 那你要选择什么食物就很重要 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控制 守重于每日饮食摄取热量的管制 再来就是选择低升糖指数的食物使用 举例来说淀粉类的摄取 我们就可以用地瓜或者是糙米来取代白米 再来就是增加我们食物中的纤维的摄取量 例如说可以增加叶菜类的摄取 胰岛素是胰胀分泌出来能够降低血糖的荷蒙 而什么是胰岛素阻抗呢 简单来说就是胰岛素降低血糖的能力变差了 产生阻抗了 举例来说胰脏分泌一定数量的胰岛素 以前可能可以降低20单位的血糖值 若您是糖尿病有血糖控制 守重于稳定的饮食 若您没有糖尿病 根据芬兰糖尿病预防研究经验 体重下降5%每日饮食中的脂肪 饱和脂肪酸的减量 每日运动超过150分钟 最有效的就是体重下降5% 就可以让血糖控制趋于稳定 很多民众会以为体重下降是因为减重成功 然而如果不是刻意的控制饮食 民众正常的进食却持续有饥饿感 体重还有下降就应该要提高警觉 胰岛病患者特别注意就是药物的使用 我们要规律的使用药物依照医生的指示 然后适当的监测血糖 然后让医生可以来适当的调整 这个药物的剂量 其他方面包含压力的控制 生活习惯的调整 然后定时定量的饮食 这些都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很有帮助的 糖尿病的皮肤病变 大约会发生在50%到60%的糖尿病病人身上 主要表现是会皮肤干燥 皮肤变薄或是缺乏弹性 另外周边的血液循环会变得不好 也会有神经病变 也容易有黴菌感染的几率增加 像是常见的骨险 体险或是像灰指甲 香港角 糖尿病的病人因为皮肤的脂質容易缺失 皮肤的保湿度足够的话 自然就比较不容易有皮肤的烧氧感 糖尿病造成皮肤沙氧也是很常见的原因之一 所以保湿是其中照护很重要的一环 糖尿病的病人在皮肤可以常常看到一种很特殊的皮肤炎 中文叫穿通性的皮肤症 这些病可能在皮肤上看起来像一个一个枕块一样 在背部在颈部上比较多一点点 是不是代表血糖控制不好 有时候是不一定 有时候血糖控制是不错的 但是还是会发生这样的情形 医师提醒糖尿病初期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 但随着病情的进展 典型的症状像是多喝多尿 体重减轻会逐渐出现 民众因提高警觉 尽速就医 避免病情恶化 TVBS新闻王华林 肖明正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